其实我个人的话我是有这种想法的 因为在这边其实产品啊 就是越来越做着重复的动作 重复的东西 可能我自己还是挺偏向于 就是做一个比如体验店 讨巴大家娱乐休闲 然后这种的话 而且自己也有时间做一些不同的东西 其实现在在这边做产品 就是有一点就是日复一日 然后每天重复着同样东西 其实时间长了也会有一点 有一点就是比较反感这种东西的 在这边毕业三年之后一直在做这些东西 然后也有想过 然后也有这种打算可能是 我叫尚英涛 然后我也是一二年来到景德镇的 其实一二年来到这里之后 大一的一年的话 然后其实主要还是学习我们 就是一些高考的一些集训的东西 就比如说一些美术基础 然后素描啊 然后色彩这些都是要学的 其实大一没有接触陶瓷的东西很少 然后到大二的时候 然后才是开始慢慢的接触一些 就是陶瓷基础啊 比如说拉坯 修坯 然后就是包括一些模具成型 然后其实到大三的时候 就是学的比较综合一点 把大二的东西 然后一些技法 然后就是一些右下右上 然后心采粉采 然后就是大三的时候 主要是学习这些多一点 因为我们学的是陶瓷设计 然后陶瓷设计的话 就是一些软件我们也会学 像PS啊 3D也会学一点 但是主要的方向 就是一些新采 粉采 青花之类的 然后大四的话 我们主要就是 把前两年的学的东西 然后就是自己 再设计一套自己的一个毕业作品 然后这就是大学四年 平时学的东西 没有毕业之前 我们就会在外面 平时自己做一些小东西 然后那个时候纯粹是兴趣嘛 就是自己做一点东西 然后给朋友啊 或者给一些亲戚用 然后其实到了毕业之后 然后就会把自己平时做的东西啊 因为这边有些地方可以拿去卖 然后我们就试着 把这些东西往市场上去做一些 然后没毕业之前 然后就会卖一些东西 然后觉得可能大学毕业之后 你还要出去找工作 可能觉得这种方式 也还不错 然后就会慢慢在这边 然后自己做一些 自己喜欢的一些东西啊 不论是杯子啊 或者一些首饰啊 或者一些其他的东西 我们就是以这种方式 在这边就接着做下去 然后你看到一方面 比如说某一家的东西 做的挺好 或者在网上还挺畅销 你就会自己也会试着去做一些 而且还有一些客户 他们会要求 比如说这个东西你能不能做 然后你就是说 不能说完全模仿 但是可能会说找他那种大概的一些 他们一些卖点 然后去做这种东西 其实这种东西很普遍 而且如果说畅销的话 这边也挺多 就比如说某一个出来一个动画片 然后大家把它这种东西做到上面去 其实就是某一个时间段 其实这种东西做的确实很多 然后就是一部电影上面 一部电影上映之后 然后底下就会出现很多这种 做这种东西的 其实我觉得 叛奸鱼的东西 就是像比如说艺术品来说一样 然后其实 最主要的还是就刚才说的一样 其实就是自己的感觉 首先是感觉 如果你感觉不对的话 这东西再给你提到很多 就是它的附加价值也一样 其实这种是没有 你自己就感觉 没有说我感觉 你跟我说了很多 我没有感觉很好 可能第一就是自己的演员 我觉得 我觉得这种东西好 我自己也会再去了解 它好在哪个位置 比如说这种东西做起来 确实难度很大 然后比如说制作工艺流程 然后包括时间确实很长 然后包括一些 自己上面比如说手绘什么的 然后可能就是难度比较大 然后我觉得这些可能是建立于 你自己先喜欢这些东西以上 然后再去了解它的一些价值 我是觉得 我是自己平时这种判断东西的 就像比如我去集市一样 那这些东西我先看着感觉很好 然后我就看 东西做起来挺难挺复杂 我首先感觉就会很好 可能如果说你光跟我说很难 但是我不太喜欢 我可能就没有兴趣去了解这个东西 还不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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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好好好 我们还是现在嘴巴�这个 我 zurück 误似那个 给大家找什么